另外的話,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剛剛比較重要就是回圈裡面加邏輯判斷 所以它會一直跑,跑,跑 反正只要會整除的,它就會跑Reroute等於1 不過這個地方當然,只要能整除像剛剛52的話 52可能能夠被2整除,所以它會跑一個不是直數 另外的話呢 可能能夠被3整除,所以也可能會跑 好像能夠被其他蠻多數字整除的 所以它等於是說Reroute會不斷的輸出1到裡面去 所以不管啦,反正它只要Reroute裡面不是0的話 那就會跳不是直數 可是如果是0的話就跳直數 OK,大概是這樣子 另外的話我剛有提到就是 這個0和1的話,其實不管所有的程式 0的話基本上就是False False就關閉 當然呢你也可以把它寫成False 因為在那個 就是 Python裡面呢也有 所謂的不0值的資料形態 它就是True跟False 也就是False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0 那True的話呢 你也可以打True跟False 這邊當然如果等於1的話你就一樣啦 或者甚至不要等於True 其實True放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啦 只是說呢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要用那個0和1 而不寫True跟False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啦 我自己個人習慣啦 因為如果你打False的話 要打 5個字嘛 如果你輸入0的話 只要輸入一個 那如果你打True的話 輸入4個字 如果打1的話呢 只要一個字 那當然相較之下 其實打0和1 似乎呢 可以少打很多字 所以其實 會用那個0和1來取代 其實有時候也是偷懶啦 另外的話 相較之下 感覺起來 程式也會比較 感覺少了蠻多字 看起來也會相對的 比較清爽一些些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習慣用True跟False 其實因為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用布林 就布林值 那我說布林值你不用 你 也不需要啊 因為0和1就可以了啊 而且其實 你說存在那個 程式裡面會佔用 佔用空間嘛 其實倒也不會啊 也是0和1嘛 而且其實現在的記憶體空間都非常大 也影響不大 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是 相差可能百萬分之一秒吧 所以其實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各位解釋一下 0和1 為什麼在這邊用 0和1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這個程式 做一個簡化 像我同意說 老師你這個地方 邏輯已經這樣 因為等於 resout 如果能夠被整除 那就不是直數啊 那你是不是說 直接可以 把那個 不是直數 就在這裡print的出來 就不要 再等於1啊 直接給他print的出來就好了 那 另外的話呢 是直數的部分的話 那你就直接 再輸出不就ok了 所以 其實這樣 倒 也是一種寫法 不過呢 剛開始 我比較沒有 特別想到 因為 以前的想法 以前的習慣是if 才會配上ls 可是後來發現 在python裡面 for裡面其實 也可以對到ls 這個還蠻特別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跑完之後 剩下沒有的 那就會 再去跑剩下的部分 就是ls 所以for其實也可以對到ls 也就是說 如果他不是直數的話 那 他 就是 他如果不是直數 他如果不是 沒有跑這個整除的話 那基本上 他就print是直數 只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real 上面這個變數 其實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你會發現 整個層次 又少了很多 很多東西 也就是直接輸入 輸入完直接判斷 看起來好像精簡很多 但是實際上跑跑看會不會有問題 諮詢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17 17應該是一個直數 Enter 是直數 顯然 如果他是一個直數的話 基本上 不會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說我今天 輸入的 不是一個直數的話 52 會不會有問題 直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最後跑出來是這樣子 不是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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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直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只要 比如說今天是2的話 i等於2的時候 他 他 就 會 等於是執行這個邏輯 因為他為True 可能3的話呢 也會再 等於True 又會執行一次 所以基本上 這可能是2 可能是3 可能是哪個數字 總共有4個數字 能夠 讓他整除 OK 那最後的話呢 程式跑完之後 他又跑一次 是直數 所以基本上 會是個問題 那怎麼辦 其實最後 如果假設說 你 希望他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邏輯是 如果他能夠被 一個數整除的話 那表示他就不是直數了 也就是說程式到這邊 你應該就怎麼樣 就應該讓他停下來了 不能讓他繼續往下跑 而應該讓他直接跳離 這個4回圈 不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假如說你希望程式跑到這邊來 已經找到了 他已經被整除了 所以他已經不是直數了 你就 不應該再繼續往下跑的話 那這個地方特別重要 你就必須再加一個 前面有講過 讓他 直接跳離這個回圈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直接跳離回圈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你必須要再加一個break break的話呢 就是強制 讓這個回圈 停止 不管說後面是不是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個數字要繼續跑 不用不管了 反正就跳離就對了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執行一下 輸入52 他應該什麼 第一個2 被整除了 break 他就跳離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跳離的話呢 他就直接跳離這個 而且連底下的ELS也不會執行 也就是他把它當成是 4 回圈裡面的反織 所以他就直接跳離到 這個底下 也就直接 離開程式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把程式簡化之後的話 基本上 感覺好像清爽很多 OK 當然啦 至於說將來呢 你們要怎麼寫 我想還是先求 這個 把程式先寫出來 然後再去思考說 有沒有辦法讓 有一些程式 可以讓他更精簡 所以基本上 我把它改完之後 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精簡版的 精簡程式部分 我把它放在第15頁的地方 那主要就是把上面的這個旅繞拿掉 然後把底下這個 邏輯判斷 下面這個邏輯判斷拿掉 直接呢 把print 就把它放在這邊 但是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就這個break 放在這裡 這樣的話 程式 基本 就會 會 清爽許多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 2 4 6 7行 OK 原來可能 2 4 6 8 9 大概少兩行 OK 而且少了一個relaw的變數 那當然 以 好理解 來看的話 當然前面這個 可能會相對是我們 剛開始會想到的答案 OK 也許你先 把程式先寫出來 再去試試看有沒有辦法讓程式更精簡 這個是第一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還是用for回圈 可是呢 底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有沒有其他的案例 其實用for回圈可能 不是那麼恰當 因為你根本沒有範圍性的 比如說哪一題 請各位看一下下面這邊還有一題 你就捲動在底下 底下的話呢 這邊有個 猜數字 的遊戲 在第幾頁 第19頁的地方 那這個猜數字遊戲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要跟電腦玩一個遊戲 那讓他猜1到20之間 那 當然呢 也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可能會需要讓程式先run一個run數 也就是1到20之間 由電腦隨意 抽出一個數字 然後呢 我們再來猜 所以他random 有點像裡面有個random的方法 這個方法 函數 然後呢 產生一個run數之後存起來 然後呢 我們再猜猜看 那我這邊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類似 猜數字遊戲的話 那 該怎麼寫 首先的話呢 其實這邊 執行一下 請猜1到20之間 run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猜的話 可以從中間猜 10好了 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出現什麼 會提示 太高了還是太低了 那這邊出現什麼 太低了高一點 那再來的話一樣 太低了 那就高一點 所以這個已經刪去了 1到10就絕對不可能 現在是11到20 所以我猜15好了 Enter 太低了 所以又刪去了 等於現在剩下16到20 所以16到20 我就猜18好了 還是太低 所以目前的話 縮小範圍 剩下19跟20 19 Enter 那就20了 恭喜答對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特別注意喔 因為其實喔 這一題的話 你如果用Fall回圈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喔 你如果用Fall回圈的話呢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你會猜幾次 才會猜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喔 我是用Fall回圈 OK 用Fall回圈來跑 Fall回圈的話呢 裡面其實就結合什麼 結合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喔 喔 判斷到底 是不是猜對的話 總共其實喔 可能的結果有三種 一種不外乎就太低 一種不外乎太高 一種不外乎猜對 OK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程式還蠻好理解的啦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喔 首先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產生一個亂數 那這個亂數的話喔 我們需要 多增加一個 這個叫random range的一個方法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random range 跟那個range有一點像 可能感覺有點像親戚關係吧 所以後面假設你要產生的是 1 到 這個 20的話 那一樣有沒有 我就1到 後面的話記得喔 痘點後面就是21 就從來 就是停止的地方 也就不會產生 另外的話呢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random這個 這個方法 他 沒有預設在那個 我們那個python裡面 做個ending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拆數字遊戲 這個部分 把它結束的話 那首先一樣 這個地方比較 特別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因為這個random 我要產生一個亂數 我需要用到一個方法 叫random range 這個方法的話 有點像是 Excel裡面的那個 Excel裡面好像也有一個random的 函數吧 那因為這個 這個function 這個函數呢 它沒有內建在python的 預設 這個函數裡面 所以如果我要 得到這個功能的話 特別注意喔 假如說我要得到這個功能 你必須要先 imput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名稱 叫做什麼 叫random ok 在random這個模組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方法叫random range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亂數 其實非常簡單 記得喔 就是這兩行就對了 你把它擺在 程式的上方 那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亂數的話 你前面就可以給他一個變數 也許我取一個名稱叫rnd吧 ok 那rnd就是一個亂數 所以剛剛 亂數 他會取的一個亂數 我剛剛是20 所以他把20存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請那個使用者 去 輸入一個 數字 ok 所以我們是從10開始猜 所以呢 我輸入10之後 一樣存在區域裡面 不過比較特別的部分 就是說 底下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原來是用for回圈 但是可能 同學會常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這個地方 直接寫個fileemail 這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我還蠻常 用這樣的方式敘述 那什麼意思 因為我不確定說你要跑幾次的前提下 其實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 預設就是true 1的話就true 意思是說 不管怎麼樣你就不斷進入回圈就對了 但是 這有點像你踩油門一樣 你油門把它踩下去 反正你一直跑就對了 那如果說呢 你在這個回圈裡面 少了一個東西的話 那這個就變無窮回圈了 所以呢 記得在城市裡面一定要有一個叫brake 有點像煞車 ok 所以 你有一個進入點 壞了一帽 那有一個出 出口 所以呢 當什麼時候一定會 離開回圈 拆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出口就是什麼 當他拆對的時候 那我就brake 所以很重要 如果你忘了加brake的話 哇 這個城市永遠停不下來 那什麼時候停下來 跑到當調為止 ok 那再來的話 裡面其實邏輯蠻簡單的 就是 要不就是g小於rnd 那就 提示他太低了 再輸入一次 要不呢 就是他 的 猜的數字 大於rnd 那就跟他講太高了 那反之就答對了 所以其實不外乎就三種 有沒有 城市就 寫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這個猜數字遊戲 其實 看起來好像蠻複雜的啦 但實際上沒有那麼複雜 主要就是 引用一個叫random range的一個function 但是這一題的話 你們回去也可以 把它做一個 改變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 就是 假設啦 因為如果讓他不斷拆的話 其實不公平 應該是只能讓他拆三次 或者拆五次之類的 反正就是說 有一定的拆的 限制啦 如果你假設讓他不斷拆的話 隨便拆一定拆得中 所以後面其實可以把它改成有次數限制 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 其實當然最簡單的改法 就是把while回圈 改成 4回圈就好了 因為4回圈是有限制次數的嘛 所以如果只能跑三次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改改看 把while 改成4 只是說要怎麼改比較OK 所以這部分也許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把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 講到這個拆數字遊戲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也許就是 再來看一下有關 限制 只能拆三次怎麼改 也就是把while回圈再改成 這個for回圈吧 另外的話 剛剛 的程式 其實還可以在精簡 只是說哪個地方可以精簡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 再稍微看一下吧 那其他的話 還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 練習題 理論上我們大概把這些run完之後 接下來也許就是要來看有關那個 證照 考試的題目了 OK 請各位回去的話 多多演練 OK OK 那 這個最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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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